遼寧號 親哥哥 鵝軍航空母艦最新的近方是怎樣呢 這叫做Carslitz Show 這是俄文來的 用英文來讀 如果是中文的話 更加較厚 你喜歡讀中文就找回中文 現在在哪個位置呢 在這個叫做Memens 我用這個位置去找 在Google Map也找到的 這就是現在最新的圖片 見到這東西呢 就真的放到不停維修維修 不知道什麼時候呢 可以回到俄羅斯艦隊裏 因為現在俄羅斯攻打烏克蘭 有人在攻打到缺零件 缺錢 缺朋友 什麼都缺的 我真的嘗試一下去找 用這個位置給我找 就在Google Map去找 真的找到這東西的 但是呢 Google Map呢 你都知道啦 那些圖片呢 都不會這麼快 即是更新的 那一邊找啦 找到這裡呢 有個座標 那大家呢 可以在Google Map裡面 自己找 一邊放大 在哪個位置呢 這個船廠 你看到旁邊是芬蘭 下面這裡是烏克蘭 確認到的位置 在這個叫巴極圈裡面 這個船廠 那找到這東西呢 就很容易搞定它了 那你真的不妨呢 真的可以搞定它 搞定它了 那又少多隻了 再看回這裡 這幅是最新的圖片來的 那我就圈著這些地方呢 那這些呢 這些這樣的喉管啦 甚至這些有建築物啦 這邊左右都有建築物的 圈著這幾道呢 確認一下 現在這手啊 叫做遼寧號的親哥 他移動了 去到哪裡呢 在Google Map啦 Google Map Google Map 這是Google Map來的 我找的 那就卡住了 這些建築物啦 那這裡呢 建築物啦 這裡呢 就是喉管啦 就是那些啦 那那 Google Map呢 就找到這隻東西呢 就還在這裡的 在這裡浮一下浮一下 但是最新的位置呢 就去了這裡 不是很遠的而已 最新的位置 跟Google Map 找出來的位置 去回這裡啊 就是現在這隻東西呢 這隻這樣的 就是這隻叫做 卡四列素啊 那就是這裡了 在這裡一路一路 這樣等了 等到不知幾時了 可以回去 他那個叫做 海軍 服役 一直這樣 繼續欺負人 那 看這個情況下去呢 如果你沒有資金 沒有什麼呢 其實 這些你都知道的啦 這些這樣的戰艦 就是你現在維修啊 都維修這麼久 還要缺錢 那最緊要 你說回這個叫做 就是他那個 這個契哥啦 他契弟 那手叫遼寧好嘛 現在他那個親哥 都是這樣的情況啦 最主要現在 他的契弟 這個契弟的動向是怎樣呢 看回這裡啦 就說現在這個中共 派兵呢 就去了這個烏克蘭東部啊 那就說這些這樣的兵呢 你看到呢 他就說簽署 加入這個俄羅斯的行列啦 那就幫這個俄羅斯呢 就攻打這個烏克蘭啦 你看到他在簽這些文件啊 簽這些文件啊 簽這些文件呢 他們簽了啦 就是幫這個俄羅斯 攻這個烏克蘭 那有圖有真相的情況之下呢 你看回這些呢 他就說這些 就說退役的 退什麼鬼役役啊 這些就是自願軍咯 你看到他啦 那個帽子那裡有隻五星旗啊 肩膀有隻俄羅斯旗啊 就是兩老契啊 合體啦 那旁邊有隻蘇聯旗啊 就是這裡啊 手臂那裡 就看到他在簽東西啦 簽這些文件啦 簽這些啦 就是加入去啦 就說現在他們這些呢 就是這些自願軍呢 中共的自願軍有多少人呢 就說幾百人呢 就已經去了這個烏克蘭東部了 做這個炮灰了 炮灰還炮灰 那你看回啦 說你給烏克蘭知道 那就是等於烏克蘭和這個中共呢 隨時就翻臉的 翻臺的 那如果烏克蘭和這個中共翻臺的 就又可以打台灣牌咯 講到打台灣牌呢 又要講回這個叫貝洛西了 貝洛西啊 這份呢就是東方日報啦 今天的 就說貝洛西呢 8月4號呢就會訪問台灣 那這裡啦 講到啦 這個東方日報的裡面的內容的 就說這個 這個法國媒體呢 就說呢這個貝洛西呢 經這個菲律賓呢去台灣 這個法國傳媒的引述消息說呢 就是貝洛西呢 8月4號啊 就會經這個菲律賓呢去這個台灣 那跟著呢就再去日本的 那但是這個貝洛西啦 辦公室呢就暫時都未提這個台灣啦 那貝洛西了 去的地方呢 就這個叫 他自己講啦 在這個社交網站那裡講啦 就說去這個新加坡啦 馬來西亞啦 南韓啦 還有日本啦 做這個叫高級別的會議 那就討論呢大家共同的利益啦 還有價值觀那樣啦 那去這些啦 就說你去新加坡 馬來西亞南韓 日本去高級別的會議 那去台灣 是不是等於一個叫高高級別的會議呢 所以在這個高級別的會議裡面 沒有台灣呢 那就是等於這裏啦 之前那份東方日報啦 那這份呢就是台灣的聯合報啦 也都有報道相關的消息啦 都是講到啦 這裏的報道相關消息呢 即是講到這個貝洛西呢 8月4日呢 經在這裏詳細很多的 經這個菲律賓呢 克拉克啊 美軍 美國空軍基地呢 訪問台灣 在這個台北呢 就會跟這個蔡英文總統見面啦 那去到5號啊 即8月5號呢 下午呢 就坐 就是貝洛西那架專機啦 就在台灣 就飛到這個東京啊 橫田啊 橫田啊 美國空軍基地 跟著呢 跟這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回面 即是個行程就是這樣啦 在這裏啦 8月4號去到台灣 那就降落啦 8月4號啊 那8月5號下午啊 才搭飛機 再到這個東京啊 即是等於這裏 隨時停留的時間呢 就不是快閃啦 不是幾個小時那麽簡單啊 4號和5號 起碼這裏 只是這個日子啊 即是不要計時間啦 不要計時鐘頭 都起碼一天啦 那麽你看回啦 就是現在這個呢 即這個解放軍呢 即這個中共呢 上了頭啦 上了頭呢 就在這裏 不停演習演習演習 那麽就演習啦 就是這個 佩洛西已經講到啦 即是你想一下 已經說 8月4號 很大機會 會降落台灣 跟蔡英文 見完面之後 弄回一幅大合照 然後 哇 這樣 令到 真的會令到這個中共呢 他的嘴炮會怎麽打呢 大家想一下 他的嘴炮會怎麽打呢 我真的不想 我真的想不到啊 他的嘴炮會怎麽打 那麽大家呢 即是中共啊 即是回應啊 那麽大家 大家可以想到 中共會怎麽回應呢 只是好似重複那樣呢 嚴政交涉啊 反對反對反對呀 後果呢 由美國負責啊 那麽這樣呢 那麽大家會想一下 如果真的想到一些新的東西 即是做起嘴炮來講啊 那麽下面留言 幫幫中共啦 不是他的嘴炮呢 真是越打呢 真是越無忍的嘛 個人意見 獨立思修講完